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干货数据 2022年的安大略省 省提名的移民报告出炉了 那去年有多少咱们中国人移民到了安大略省呢 他们分配到了哪些移民的子项目里面 新移民的热门职业究竟有哪些 看完这期的视频 你一定就知道了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 持牌移民法律公司顶次 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干货马上开始了 安省是加拿大最大的省份 人口最多也是加拿大的经济领头羊 省提名项目一项也是配额最多的 因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宜居的居住环境 能够留住的新移民也是最多的 在2022年呢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ORMP的 省提名项目的移民配额 一共是9750个 在所有省提名项目当中 是排名最多的 那技工类的省提名的项目呢 是排名在安省省提名当中的第一位 一共有3190人通过这个词那边 移民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那人才资本优先类的提名数呢 是排名到第二位的 一共有2370人 第三呢 就是硕博项目达到了1783人 从这个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 在2022年安省 依然是最重视技术和紧缺职业 相关经验的人才的邀请的 同时啊 他对硕博类的潜在人才 也是非常重视 而咱们中国的申请人呢 比较熟悉的雇主担保项目 包括海外雇主担保移民类 紧缺职业的雇主担保移民类别 以及留学生毕业之后 所找雇主担保的移民类别 从邀请的名额上面来看 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那想当初啊 安大列审还是不用考雅思成绩 就有这个所谓的可能性 去办移民的啊 现在没有雅思是万万不可行的 这也可能导致了雇主类的项目 在咱们国内的申请人的减少 毕竟啊 我们还有很多人选择雇主担保 就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要求低 所以啊 移民还得趁早 能做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让这个机会转胜即逝 为你擦肩而过了 安省的硕博类的项目啊 在以前是要靠抢名额的 准点抢名额的时候呢 服务器有的时候都要瘫痪 那现在是变成了意向邀约 变成了EOI打分制了 那安大列审作为 加拿大留学的第一大省份 申请的人数啊 是在不断增长的 在2022年呢 硕士和博士的移民项目 总共加起来 一共有1783人 获得了安省的省提名 但是你知道吗 安省在2022年的时候 留学生的总数超过40万呢 那硕博类加起来 却只有区区1783人 获得提名 那这个提名的概率 你可以看出来 在安大略省的留学生 想在毕业通过 硕博类申请移民 有多绝有多难 那当然还有一个 不少人都关注的 企业家移民项目 在2022年 安省只提名了三位申请人 当然肯定还有一部分申请人 最后处于审理阶段 没有记入这个统计报告里面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安省企业家移民项目 比起其他省份的 企业家项目的要求 是更高的 重在质量而不在数量 毕竟三个投资 3000万 比10个人投资1000万 更受安省的欢迎 在2022年 安省的省提名项目 大约向120个 不同的国家的公民 发出了永久居民的申请邀请 其中最多的是哪个国家 是我们邻国 印度 他们达到了5524名 占比高达了56.7% 印度移民占领加拿大的日子 从这个数据来看 知之可待 那咱们中国是什么样 中国排名第二 但是数据差得很远 只有1155人 占比11.8% 而且相比起 2021年 还减少了581人 接着呢 就是尼利利亚 一共有446人 占比4.6% 伊朗占比3% 巴基斯坦1.7% 那中国和印度 两国加起来 就已经占到了 安省省提名配额的80%了 那我再次也希望 咱们国家的申请人 再接再厉 争取早日 可以超过印度 而提名人数最多的职业呢 是NOC2173的岗位 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 大家看这个TOP20的职业列表 可以看得出来 计算机软件相关的职业呢 依然是安省 省提名邀请的热门职业 其余的邀请人数 靠前呢 基本都是劳工类 那根据3月18日 在安省公布的审提名计划 2023年的安省的移民配额 将达到了16500名 2024年达到17000名 2025年更是将达到了 今日的18361名 目前呢 安省有接近30万的职位空缺 那可以预料在今年里面 技术行业 IT和医疗保健相关的岗位 依然是热门的 安大略省的邀请职业 每一份报告的每一个数字 都透露着不同的信息 虽然加拿大移民的总配额 是在不停的增长的 整体的形式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咱们从细节上面来看 不同的省份对于申请人的偏好 也在不断的改变的 只有清楚这些变动 对申请做出不同程度的调整 不要把你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男子里面 才会更好的抓住你的移民机会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拥有极度优质的条件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世景思 记得看完这边视频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扫码咨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